Hello 歡迎大家回來今天這個國際大棋局的特別篇 我們今天有兩位很重要的嘉賓 分別就是夢熊老師 剛才大家都聽了夢熊老師很精彩的一段訪問 現在在我們身邊還有闊別了大家一段時間的Edwin Sir Edwin Sir在這裡嗎?聽到嗎? 大家好我是Edwin 很久沒見到大家 Edwin Sir現在跟我們的距離很遠 我們現在真的處於長途電話狀態 所以今天如果接收訊號有少少 如果不方便的話大家等一等 可能有幾秒的dead air就不要見怪了 如果有少少雜聲也不要見怪了 Edwin Sir為什麼要找他呢? 最重要是因為他可以用一個很專業的角度 從技術層面去跟大家分析 這個安倍晉三被行刺當中 尤其是空氣那方面 Edwin Sir首先很多聽眾都很想念你 你之前主理的Live的節目有罪無罪就很好聽 也都是我們台第一個直播節目 很多聽眾都想問你 最近Edwin Sir一個月沒有聽過他發聲 在忙什麼?Edwin Sir 因為我的家人跟我自己一齊來了英國 所以為什麼這麼久 我一直在《徒文信卿》做節目就是這樣 好,我因為現在距離很遠 我要再試一下 台長請問你接收到嗎?信號 我這邊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清晰 剛剛也聽到Edwin說的 首先恭喜Edwin 去到英國定居有一番新的事業 我們今天那個題目都是環繞日本的前首相 安倍晉三被行刺身亡的事件 由於Edwin在這方面有些專業的知識 所以我們今天就立即進入這個主題裡 我覆述一下現在發生的情況 在我們錄音的時候去到一個什麼的進展呢? 日本警方已經進入這個疑犯的家裡搜查 也都搜到不只一支自製的槍械 裡面暫時說不肯透露 是不肯透露找不找到子彈 但是我們剛才在網上看一看 其實做這個炸藥的炸藥 都是可以自己甚至自己去做的 所以換言之可能它由頭到尾的過程 都是自製的 那麼涉及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不便妄作評論了 因為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自製 所以我第一件事想請問一下Edwin 我們從它那個行空的過程 它用後面去射擊安梅俊山的背部 跟以前日本一般的這些政經暗殺 有頗大的不同 也都用到它不是在市面上 可以扣入這些槍械或者溫暖槍 這裏要補充一樣 日本其實是可以抹槍的 作為日本的公民是可以抹槍的 不過那個過程本身極嚴格 嚴格到可能很多人都不想買 換言之就是它可能都想過 怎樣去做這件事 結果自己去做一支散彈槍出來 就是山寨貨 那Edwin 你跟它這個行為本身 你推不推算到它個人本身 心理上或者它行為上是否有些異常 我就不覺得它是有異常的 我覺得它這次做這件事是極之冷靜 因為如果你想 你對它應該實際上有極度的憎恨 那極度的憎恨之下 很多時候都不理智 如果它做子彈或者做火藥這方面 其實不是容易的 因為支槍是要連續射兩次 就不是射一次 這個結構已經複雜過就這樣射一次 最容易做的就是做 你有火藥 其實你做炸彈是容易做支槍 支槍又要激發 其實它心裡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我首先不是犧牲自己 換取它的性命 我是殺了它之後 我有機會還活在世上 這個是第一個決定 為什麼它不做一個 比較容易的 好像中東式的自殺式責 即是攬炒 有很多機會會掉 明白 其實這個也說出剛才我那個看法 就是日本以往那個暗殺 都是想著同歸依盡 他們沒有想過我還留在這裏 所以這次如果你說它是一個冷靜的做法 那我前提是否說它在日常的生活 基本上沒有可能是拿到一支真真正面的槍 而接著它決定是自己做一支槍 甚至自己做了子彈 即是這個決定本身 其實工程很大的 換言之它不可能是說 它聽到安培蔡先生這個內良 它就馬上做 這件事應該是籌惑了頗一段時間 是嗎 沒錯 因為它一定是做過不少一支槍 即是所謂的Protonite 因為如果它由 即是基本上 雖然它是有自衛隊的經驗 但是自衛隊我不相信在裡面 教它由零開始砌一支槍出來 由零開始做一顆子彈出來 你一般自衛隊其實有很多工種 就不要大家每天都衝鋒陷入 可能它煮飯也可以 可能炒彈也可以 做煮咖喱 100%是說行動組 是啊 可能它是煮咖喱 不是真的行動組 但是現在我們對它這個人的背景 我們還是不太清楚 可能日本方面也未必那麼想去全面公佈 因為可能後面牽涉其他問題 你不說不定 或者後面有組織也不說 那你不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 Iron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譬如由零開始去做一支這樣的山大槍 要這什麼東西和這什麼知識呢 那現在我嘗試角色扮演 當我是這個想刺殺人的行兇者 我就要想幾個條件 第一樣就是 我是需要怎樣攜帶它 怎樣攜帶就已經跌倒了它的尺寸 不可以太長 亦都是我究竟要射擊幾多下來做這個刺殺行動 即是射擊完之後 還有沒有得reload再上子彈射 這幾樣東西就已經決定了一個槍外形 它其實是抄一些傳統獵槍 雙管式獵槍 左右平排水平平排的管 這類槍也有另一個變化 就像大家看看奧運射的飛碟 拿金牌的over and under的射擊用的散彈槍 其實這些散彈槍在日本其實是買到的 因為是合法的 但當然我不知道 我估計價錢也不非 我在大阪行街去過一間有賣氣槍有賣cap槍 也有賣真short gun的槍 見過這堆槍 都是來老貨 即是Beretta意大利名廠 玩得這些打獵射擊的人 都應該花得錢 所以一定不會入山寨 所以推斷這個行刺者 其實是在日本國內 除了他的海上自衛隊接觸過那些步槍之外 應該從民間獵槍途徑 有揣摩過那些結構的 就算沒有 其實這些結構都非常簡單 因為你只需要兩條鋼管 或者金屬管 當然鋼是最好的 硬度高些 射擊的次數會比較多 如果其他鋁管 分分鐘已經爆了 抵受不住壓力 所有子彈射擊都在講壓力 壓力當中也很重要 究竟你的管 你一條管切出來有兩邊 槍咀最簡單 向前面 而後面就是塞入子彈的地方 而最關鍵的地方 如何將後面默契 把壓力全部向前推 這就是做一支 這麽簡單結構槍的最關鍵位置 即是你理想地 入子彈便封死了 但你封死了它又如何可以點火呢 就是 點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在一條後面 已經堵塞了尾端的管 怎樣再轉一個 在下面 怎樣去激發 亦是另一個學問 這支槍 它就用電去做激發系統 我相信 因為在很多照片中 你都看到它的底部 很明顯是一塊類似 以前玩遙控車 8.4W、9.6W的Ni 所謂的大電 如果又玩了氣窗 都知道現在都流行用鋰電 如果鋰電 好像照片中這麽大的容量 都成三、四千mAh 即是很大的電量 再簡單地理解這件事 可以連續充滿五部iPhone 充滿電容量 整個槍的結構 另外就是手柄 之前有報導說 3D print 我相信不需要3D print 因為手柄 在木工、自己切磨 都能做出手柄 另外就是扣雞弄 我之前以為 它是用電 一次過點兩條管去射 因為早期的影片 聽不到兩下槍聲 後來我看到片段分別 兩下槍聲隔了差不多兩秒 變相它又多了按鈕 是選擇左管和右管 再複雜多一點 這枝本來較簡單的射擊槍械 這一個結構 其實在大部份獵槍都有 有些獵槍很簡單 直接做兩個trigger 一個左一個右 另外如果大家看看 窗的照片 在管的射擊槍 有兩個銀色圓形的蓋 圓形的蓋 圓心中間有一條電線 我相信 那個銀色圓形蓋 是扭了上窗管的射擊槍 而電線 屬於電子點火 點著火藥 大概說完槍的結構 究竟子彈是怎樣得來的 我相信它的子彈 是自製的 其實如果再嚴謹一點說 不是子彈 它只是一堆火藥和鐵株 和現代一般用的 所謂子彈的結構是兩回事 一下子彈就是一個彈殼和彈頭 而彈殼裏面就充滿了火藥 彈頭就是射 點完火藥 有壓力就推了一顆子彈 向著槍管署 向前飛出 我估計 為什麼它要自己做呢 就算你真的得到有幾顆子彈 在日本我覺得得到子彈非常困難 你得到子彈 亦都要造支槍出去 那你又要檢查 檢查完之後 你的子彈都射光了 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 天才一造支槍 就不爆弧 便能射光 所以它測試了很久 都應該不停用這些 黑火藥的配方 去做彈藥 這些黑火藥 其實已經說到 美國內戰那時候 一百多年使用的技巧 它的配方坊間都買到 不過不會公開說 因為我們都不主張大家做這些事 和做火藥 因為都是危險的 做好火藥 那怎麼放進槍裡 你幻想一下 中世紀的戰爭片 它每次射擊完 都很浪費很長時間 重新填裝 Reload 很痛苦的過程 你首先要把火藥倒進槍管裡 然後塞核 然後塞核 塞核 又要找一些蓋 或者類似牙膏撞的東西 令核不會滑出來 做了一個填裝 一般每條管都需要兩三分鐘 去做這件事 即是熟手 不熟手更長 所以空手射完槍 都立即放棄 放棄 因為基本上 我的槍都變成廢物 沒有可能再射擊 再射擊 那我有什麼證據支持 我說它是用黑火藥 因為在我自己的CRW Airsoft YouTube Channel裡 已經上載了一條影片 我比較了它現場開槍 那個很大的白煙的比例 和一般我在另外一些YouTube 看到使用這些 Black Powder的 美國的槍械愛好者的射擊片段 聲音和火 和白煙的煙球都是相約的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頻道 也可以去那邊看看 那邊已經紅標了 因為這條影片 不過就不要緊 我沒有什麼所謂 那邊的頻道 紅標和黃標都有它 題外話 究竟Black Powder為何放棄 因為它蠶食的槍管程度很高 而且其實不是很容易的火藥 它被後來叫Smokeless Powder 即少點煙的火藥 的配方取代了 後來一直進化 有子彈 其他東西就後話了 所以這個兇手 就做這支槍 和選擇這個 這麼古舊的配方 令我想起黑澤民的影片 例如《亂》 那個戰國時代用的槍 其實都是和它現在做一個刺殺行為 用的技術基本上是一樣的 你看到之後 你猜它有沒有做多過一支槍 有沒有去重複 試過這些生涯火在家裡 或者在附近 一定有的 因為如果你混合火藥 是混合錯了 混合多了 混合少了 這件事都是 最壞的 最大的害處就是自己整隻手爆了 因為槍有機會向下 或者向旁邊 在槍尾的部分 太大 就向後爆 未必向前飛到的子彈 所以成份和火藥 配置和彈頭的比例 都是比較特別的 現在去做這件事 實際上有沒有menu 或者會不會網上有人教他做這件事 還是要從頭自己摸 不斷去做 坊間其實講這些配方 都講得很清楚 沒有了 隨便報都是書找到 圖書館借到 上網看到 Wikipedia都有說 如果大家再想起 《未來戰士》第一集 《Terminator 1》 那裏 其實那個男主角 曾經都講過 曲配方出來 他弄了一些炸彈 在追車途中 有扔到阿諾書 現在車前爆 他都用了一些化肥 種東西用的東西 其實你要有心找 其實所有東西都找到 不過這個人唯一 我想不到的地方 就是他用電子點火 我也找了一陣子 也找不到資料的技巧 槍管有 火藥配方有 管的比例和塞幾粒 都自己可以摸索 我想他也玩過一粒 試過射又可以 然後鋼砂 好像所謂的獵槍 shotgun 156鋼砂 也試過 我相信他今次刺殺 是用一些不大不少的豬 我想大約好像小粒的MMM 即是啡色包裝 不是黃色包裝的MMM 我想那個槍管直徑 他都可以摸索十粒 所以看那些片段 他第一槍miss 我初初覺得奇怪 為何第一槍射完 很多人蹲下 亦都沒有報道說 附近有些人是中了槍的 後來看片段 其實他射得太高 有日本傳媒有定鏡 看了前手上旁邊的頭附近 都有一些黑影飛過 剛巧第一槍真的打高射不到 亦都很幸運 我想沒有人中槍 因為沒有報道說 沒有些旁人覺得傷害 所以證明整件事 其實這樣做行刺行動 很容易脫漏的 可以說是各方面的脫漏 就造成悲劇 首先兇手 我想他都熟悉他的槍射程 他越走越近 第一槍miss了 第二槍多走兩步 才很不幸地打中安倍晉三 亦都安倍晉三近身的護衛 都沒有做反應 基本上第一槍 他們都發呆 第一槍之前 其實我都看過很多次片段 他大部分的護衛 都是向前看 看群眾 只有一個向後面看 但角度不是正後方 是少少斜向其中一邊 就看漏了後面這個sector 造成了兇手有向前 那麼近開槍的行為 我也懷疑這個兇手 其實一直都跟著安倍晉三的行程 可能不止一次 可能全部會遲些發掘 舊片 他可能都出現過在現場 踩個線 或者其他現場 好像不是同一個現場 想補充資料關於保鏢 在開完第一槍之後 大部分保鏢都呆了 其中一個保鏢終於有反應 就是把防彈手提包拿出來 但其實都開不及 因為我估計大部分防彈行李箱 都有三片伏出來 起碼能擋整個上半身 但保鏢只是 即使原裝未開到的 手提行李箱的面積 我看片 看見他能防自己的臉 不知道防甚麼 但其實就算開了 他的反應也是遲了 所以整件事都是一個悲劇 不知道為甚麼 他們的反應這麼慢 而且這次他演講的地方 地點太開闊 有很多行人 很多車經過 其實對近身護衛 都有一個難度 因為始終一來 沒有情報說 會有這麼高武力的襲擊 他們日本境內也相對和平 很少槍械流通 我想頂多他們遇到 人們衝過去刮他一巴掌 扔鞋 或者這些低程度 我想全世界沒有人猜到 一個退下來的手上 會有這樣的襲擊 我也非常不開心 和強力譴責這個行為 因為在一個相對文明 有得投票的社會 其實你對一個政客或手上 不滿意 可以用選票或其他民意 令他下台或換人 就像英國一樣 由於網絡問題 我也不想阻礙台長和文進卿休息 所以我自己經他們同意 錄這段影片的尾段 我也承諾 會做更多節目給大家聽 也祝大家可以睡得安樂 因為我相信這件事 不會令你們睡得不安樂 只會令一班 極少數曾經在位 做過很多傷天害理事的人 現在下來了 他們應該看完這段新聞 就睡不著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來到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偉我煮了一道 台長西亞牛扒 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這道菜式有甚麼特別之處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 這麼滑的牛扒 雞蛋牛扒 這邊有腐蝦 還有這道蛋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甜品質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脂肪 這道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來看 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朗國 和支持梁錦晨峰的心 和他們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 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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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